監視器畫面看到四五個人 圍著一名平頭男子毆打 被打的人遭到鎖喉勒住脖子 毫無招架之力 很快被帶走 沒多久警車來了 快打部隊趕來 人數比剛剛打架的還要多 但是現場沒人打架 夜晚的喧鬧 讓附近的住戶也趕緊出來查看 事發在十號晚間十一點左右 地點是臺中市北區一家旅社的門口 警方從旅社住宿資料 查明被帶走的是三十歲的何姓男子 撥打電話給他詢問人在哪裡 把他帶走的三十六歲陳姓祖賢 知道警方已經在調查了 把人載回旅館附近 讓他自行走回去 被害人是派遣公 陳姓男子是被害人的前僱主 十號晚間被害人跟同事 兩個人投訴旅店 前僱主料人來 把人強行帶回去 途中因為警方介入趕緊放人 原來前僱主來討債 相關人員在凌晨三點多 全倒案說明 前僱主等人涉及傷害 妨害秩序 妨害自由罪嫌偵辦 TBS新聞蘇泰穎吳淑平 台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